中文的外國人 我覺得對於會說中文的外國人來說 是蠻讓我佩服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一個人要來台灣生活 然後還要有時間去學習中文 是蠻不容易的 那有時候如果遇到會說中文的一些外國人來講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是比較有親和力 然後也比較好當朋友 那一方面也是 覺得中文其實要學習也不太容易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 一些文法還有一些 那個語助詞 都不是像那種英文來的容易這樣子 對這是我的想法 我覺得對於會說中文的外國朋友 我會感到特別的親切 然後也會比較好奇 好奇他們為什麼會想要學習中文 對啊 然後通常這個開始就能讓彼此產生很多的交流 那也會常常在分享不同的文化裡面 然後學習到不同的資訊吧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互動 對 所以我對於會說中文的外國朋友 是覺得很棒的 對於台灣人而言 會講中文的外國人呢 會比較有新鮮感 我們會比較好奇說 在什麼樣的背景 什麼樣的動機底下呢 會去學習中文 那也由於有了共同的語言呢 所以在互動上面呢 會比較熱絡 那在對話方面呢 比較不會只有局限於一些很基本的繪畫 那聊得更深入呢 也相對的比較容易破病 比較容易交朋友 我覺得住在台灣的外國朋友 如果把中文學好的話 不管是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上 都會更具便利性 台灣人如果遇到會講中文的外國朋友 會覺得沒有語言的隔閡很親切 聊天內容就會更在地話 那大家都會比較開心 所以我覺得把中文學好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會講 中文的外國人比較好情景 然後比較適合當朋友 因為感覺他比較 就是想要學習台灣的一些文化 然後也想要融入當地 所以才會選擇學習中文 然後也會讓我們覺得他比較真誠 比較容易解禁的感覺 對